森然大战万恶 谁才是真正王者 在新加坡的一个森林公园中 有一只巨大的蟒蛇正在河中游动 寻觅周围有没有合适的猎物 但他所在的这片水域是对方的领地 所以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对方已经埋伏了好几天了 所以当森然游过他的身边的时候 万恶率先就发动了攻击 打斗一出几发 那么亚马逊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 以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型爬行动物 二者相遇了 谁将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万恶很多人也会叫它们咸水恶 它们可是鳄鱼当中最大的存在了 也是相当危险的存在 所以还会有人将它们称为是食人恶 它们常见于澳洲的北部 在印度的东部以及东南亚 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它们很神奇的一点就是 它们不但可以在海边的一些咸水区 很好的生活 在淡水中也能自如的生长 不过大多数的它们 还是比较喜欢生活在咸水滩中 但是觅食的时候 可以在两个区域自如选择 它们最大的特点 自然就是它们的体型 其中雄性要更为巨大 能达到4.5公尺 因此它们的体重也相当惊人 可以达到900公斤 这可是怪兽级别的存在了 相当吓人 有记录显示 世界上最大的一只 它的身长有7米 重2000公斤 这已经是难以置信的程度了 这样的身形 即便是自然界中最大的捕食者 都不敢轻易招惹它们 虽然大战万恶 谁才是真正王者 万恶不止身形惊人 它们的捕食能力也相当高超 它们就像大多数的鳄鱼一样 非常擅长偷袭 并且领地意识较强 若是有其他的动物 闯入到了它们的地方 那么它们就会埋伏在它们的附近 之后就会用最快的速度 攻击那些准备喝水 或者是准备过河的动物 偷袭若是成功完成的话 它们会在第一时间 将咬住的猎物带到水中 这就是它们的制胜法宝之一 因为主要在水中活动 所以它们就可以轻松地 将猎物拖进水中溺死 之后就是享受时刻了 事实上一旦被它们拖进水中 生还的机会基本上就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主角 森然 很多的生物学家就曾经表示过 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蛇 当然重量也是最重的 据记录最长的一条 在10米左右 体重能达到225公斤 非常惊人 和万恶不同的一点是 它们中的雌性长度和重量 要远超雄性 这种动物主要生活在 亚马逊的沼泽地区 这种环境比较适合它们的生存 它们属于卵胎动物 一胎的数量在70条左右 每一条出生时的长度 就能达到七八十厘米的长度了 它们在吞噬猎物之前 会先将猎物杀死 而使用的方式就是绞杀 要知道它们本身的重量 就相当可观 这就意味着 一旦将猎物缠绕起来 没过多久 就能使猎物窒息而死 或者全身骨骼寸断 那么若是万恶遇到了森然 二者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在体重方面 即便雌性的森然要更大一点 但仍然比不上万恶10000公斤的重量 它们最大的也只在250公斤左右 所以只看体重的话 森然很难与对方抗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二者都喜爱在水中活动 那么游泳的技能又是谁更强呢 万恶的游泳技术非常了得 所以每小时能游30公里的距离 另一位主角只能达到 每小时8公里的距离 因此在游泳这一方面 万恶再次取得了胜利 当然猎手最重要的 就是它们捕食的技能了 万恶的咬合力有目共睹 另外它们的牙齿 也为它们在捕食的时候 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可以更牢固的将猎物牵制住 而森然呢 它们向后的牙齿 可以帮助它们更好地 将猎物吞下肚子 但咬合力和杀伤力就差一点 那么街上开头的那一段 万恶在发现侵入者的瞬间 就发起了攻击 一口咬住了森然的紧固 这对森然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于是它开始激烈地挣扎 想要摆脱对方 但在对方巨大的咬合力下 它被死死的咬住难以动弹 于是采取了另一个方式 用自己强壮的身体 将对方缠绕起来 但可惜的是 在还没将对方 整个缠住的时候 万恶已经再次发动攻击 用力一咬 森然的头部就被瞬间咬碎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